卑士部首党党领John Ruster 罗士德 今天公布了该党针对医疗政策的政纲 罗士德提出这一项名为病患优先的医疗政纲 是参考了多个欧洲国家的医疗制度 其中包括针对特定的诊断程序 来到向医疗机构作出撥款的模式 从而减少病人的轮候时间 而一旦等候时间超出预期 医生也能够提出建议让患者可以在省外就医 他认为整个制度上的改革 也有助患留医护人才留在省内工作 对此卑士新民主党就批评罗士德今天所公布的政纲 包括了卑士省有史以来削减最大笔的医疗拨款 并引述该党的政纲文件当中提到卫生开支 将由GDP的12.5%下降至11% 即是削减约41亿元 而相关的举动将会导致医疗人手短缺 急症轮候时间延长 以及手术需要取消等问题